早早 其他這邊有很多道題 你們裡面有時間也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因為我基本上會有個範例 那也會有個答案 答案的話呢基本上就在這裡 有沒有程式嘛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彈開 那裡面都會有這一題裡面大概的一些 包含一些文字敘述啦 上方我有會打一些東西 讓你大概知道一下這一題到底做什麼 會有一些有有些沒有 空檔時間我就自己補一下 到底敘述我到底要講什麼 然後底下的話會有截圖啦 所以反正你就稍微看一下 像之前的那個怎麼做清單 如果你不會的話底下都有講到 還有取得什麼本月的第一天跟 第一天跟本月的總總天數嘛 那我有 兩種做法 像那個結束日 這邊用的是 下個月 其實你找下個月 再把下個月減一天不就也是知道 因為你下個月的第一天 我們可以用什麼e-day 前面有講過嘛 你把那個上個月的第一天減掉一天 就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的嘛 有沒有 邏輯上其實差不多啦 可是這個方法我覺得可能還要繞 變成要做兩次 那end of month 比較簡單 因為他直接就抓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然後再去抓day就好了 那最後的話不顯示 小於1跟大於本月的最後一天 公司在這邊 做完之後呢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後面的話 我們接下來又要再講 所以你這個邏輯清楚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再把他同樣的邏輯 改成VBA 不過改成VBA 他的難度呢 相對的也會再提升啦 OK 所以 不過其實你說難的倒也 不會說難到什麼 反正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兩者之間 要怎麼轉換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 課程主要也是 教各位就是 如果你本來函數 就會的話 其實你要再 跳到VBA 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啦 只是說怎麼做 比如說包含 如何用VBA 一樣產生1到4時候的 這個表格 然後怎麼一樣去判斷那個 本月的第一天跟結束 另外 等等的東西啦 其實萬年曆 最後的話 一樣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就是說 當我點選其中一個年 哪一年 哪一月 他一樣會自動幫我產生這個表格 那只是說我們可能要改寫成VBA VBA的話有沒有辦法 當我點了之後 他自動做一樣的事情 這個部分的話 難度比較高 所以 可能你要先把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有關 VBA部分 其實像萬年曆裡面 除了萬年曆之外啦 後面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範例 或者是其他的補充範例 其實其他補充範例 還有很多很多 像有入門的有進階的 還有一堆 入門的其實就已經 很多可以 值得參考的 像 有一些都是同學問的問題啦 或許 之後有時間 我們 只要想到差不多類似的東西 那我也會把這個範例再拿來 稍微再補充 給各位比較多一點的範例啦 其實你 只要多去思考 多去用 久了之後這些東西 也會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你也可以很快的把這些東西 學會 並且 拿來應用 OK那請各位 先把那個 萬年曆這部分先做出來 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再思考一下 怎麼樣把函數 轉換成 VBA 邏輯是一樣的 只是說 有哪些地方 要怎麼去轉換 比如說 有表格好了 也許我們前面做過的 怎麼樣 不用Column跟Raw 但是要改成VBA 1到42 那 第一天 在 結束天 等等的 謝謝